欢迎两位 护士 是 特别辛苦的一个工作 对 两位是高中同学 对吧 是 后来就好上了 是吧 对 但是一好上就异地了 对吧 因为在不同的城市读书 是吧 异地谈得怎么样 还行 异地倒没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呢 现在自从搬过来 搬到我生活的城市 一起住之后 大毛病小毛病都有吧 也就是说异地的时候 情感挺好的 在一起了 靠近了 出问题了 是这意思吧 那今天是谁要来呢 是我要来 干吗 前段时间 我俩就总是吵架 然后就是因为一些小事 我觉得 我已经无能为力去解决这些小的问题了 我已经没有精力去解决了 然后我就想着 用分手 我想威胁威胁她 你还有本事拿分手威胁我了 我没想着真的分手 我就是想着让她哄哄我 我就想着 我还哄你 我一个小女孩我哄你 一个大男的 天天因为一些小事跟我生气 我还哄你 我没想着分手 我就是想让你哄我一下 她当真了 她就是现在要跟我分手 好 好 好 我现在没有办法 你说话说话 那分手就分手 姑娘你等了多少年 听她说这句话 说分手吧 我觉得好像郑重你的下怀 是 我已经忍了忍很久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 行吧 说说吧 忍她什么了 就平时有很多小事 其实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就有很多小事 就是她这人性格就特别矫情 在生活中忙得太多了 你举例说好吧 我怎么就矫情了 我矫情 你还不矫情啊 就你那太小事 主持人 我俩在一起生活之后 她最开始没有工作 全都是花着我的工资 她花着我的工资 去给别的男的买微博 那是别人 这事放在谁身上 谁能舒服 那是我朋友你也认识 咱们仨也一块出去吃过饭 一块玩过 你也迟到过来没啥 你就说给别的男买微博 那说难不难听啊 这是你有吗 再说你这事 我不是已经给你倒过钱了吗 咱俩私下说了就行了吧 这事就过去吧 你没了没了地说 而且我父母过来看过你 还跟我父母说 咱俩之间那事 出了不好就跟父母说 你那天让我 给你父母买东西 但是我们俩的钱 就他不赚钱 我的钱全都放到他那儿 我没有私房钱 然后他让我去 给他父母买东西 我用什么买 那你就当时就当我 父母面那么说 我不尴尬吗 你知道尴尬了 我不尴尬吗 他直接当时就怼我 当时就说 是他不给你俩买东西 那凭什么是我的问题啊 那我都把钱给你 你给别的男的买微博 然后现在你让我 给你父母买吃的 你这样做 我感觉不太公平吧 你跟我讲 那么多道理干啥呀 你今天没了没了 给我讲道理啊 鸡毛蒜皮小事 也要给我讲那些道理 还有就是特别矫情 脚腰脚腰都受不了 问一句啊 确实给其他的男生 买了条微博 对 就是作为生日礼物 也是同学 原来的同学 你怎么知道的呢 他跟我说了呀 我告诉我呀 他跟我说了呀 是事前说的 还是事后说的呀 事前就跟他说了 他一直不太高兴 放在谁身上 谁能高兴 我又不是没跟你说 我又不是背着你 看你气的 钱现在都在您管 你管钱的是吧 所有的钱都在你那 他肯定也自己留点 没留 我一分我都没留 你怎么不相信他呢 就是我不太相信他 好吧 除了你觉得这小伙子 矫情之外 还有什么呀 就是挑十 谁呀 他 你就一个男的挑十 挑十不应该是个 分手理由吧 太奇怪了 你都吃些什么呀 特别不一样吗 跟我们 我平时就是 不愿意吃动物的内脏 然后很少吃肉 我喜欢吃一些 青菜类的东西 那不影响感情啊 这跟感情有什么办 我每次 每次我俩也好不容易 有机会一起出去吃个饭 然后我要是想吃啥 然后他不想吃 一吃不到他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就跟我甩脸 就在街上就跟我不好笑 我俩去吃 我俩去吃东西 然后非要让我吃羊杂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我都是喜欢 想跟你一起分享 让你也觉得好吃 咱俩都一块分享 这事我拿出一个事举例子 我昨天让他吃饼干 死活不吃 我觉得那个饼干特别好吃 我让你吃 我不愿意吃饼干 对啊 你不愿意吃 那你为什么要强求我吃 我就不愿意吃饼干 你不愿意吃饼干 那你就不要体谅我一点吧 我体谅你 我还不够体谅你 说厨一柱就厨一柱 我还不够包容你 什么意思 怎么又出去住了 什么意思 我们俩原来 大学一滴店结束之后 然后商量一下 决定搬到苍州 搬到一起住之后 他就要我天天陪他 那我是护士啊 我天天三满倒 我一天哪有那么多时间 去陪他呀 一天24小时 我恨不得天天待在那个医院 那你说我怎么陪他 他更过分 他上医院去作 挂急诊 说让我给他看病 我看不着你 我还不能去找你了 那医院是你家开的呀 让我一去给他打针 那你说这 我愿意扎针呀 就没见他是吧 对 我就是想让医院去找他 然后呢 然后他后来就搬出去住了 就觉得我不陪他 那我在家我也看不见你呀 我大学毕业 我自己家也没回 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我今天天天能看出你几次 你能不能体谅我 一天吃三顿饭都我自己吃 你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吗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 我体谅你了 我后来搬出去了吗 我也不伞你了 搬出去 还好意思说搬出去 自己去单身宿舍 跟我商量 然后我就不同意 这算什么事啊 住得好好的搬出去住 那我看不见你 和我搬出去住 有什么区别吗 你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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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为了搬出去住 你是为了出去玩 他后来就找工作了 找了工作之后 就说搬出去住 后来我发现 他是为了跟别的男的出去玩 出去蹦迪 你怎么总把这是说这么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只剩就说就不好 就放在眼前 那你还跟同事出去按摩呢 我跟同事出去按摩 我那是应酬 那你那周围都是女的呢 我是护士 我是护士 我周围男的都要是男的吗 你都给我气乐了 兄弟 你咋找到兄弟呢 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 不像他们那些 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嘛 然后就可能称服就比较了 哎呀 这老年人 一般都怎么叫呢 来来来来 行行行 这次分手的重要原因 到底是什么呀 听来听去没听出什么来 嫌小气是吧 对 就是末期 小气 小气 还有别的吗 就很多小问题 就是攒了很久了 因为这么多年了 已经实在忍不下去了 你提出的分手对吧 对 我没想着真分手 那你为什么要提分手呢 我就想着吓唬吓唬他 吓唬什么呢 就是我想着我要提分手 他可能害怕了 过来哄哄我 就不想跟我分手了 我非要哄你啊 别整那没用的 那么多事都是我哄你 我哄你 别整没用的 你们俩过去谈恋爱的时候 出了问题都是你哄他吗 就是谁的错一般都是去哄嘛 平时我跟他在一起 出啥事了 出什么问题了 都是我想着去解决 你一跟我解决问题就磨解 那我不得跟你讲道理吗 一磨解就磨解两三个小时 半夜谁不睡觉 我不是跟你讲道理吗 那我不跟你讲道理 你讲道理那么喜欢道理 你跟道理过去 别跟我过 这样要分手 你看 不讲理 请我问一句 你们当时这个女生 要到男生生活的这个城市 是谁做的决定 是她要求的还是你 我俩商量的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见面本来就少嘛 然后其实毕业了 好不容易能在一起了 就多往一起凑 然后就能在一起 时间多一点 你们这四年的大学的 这个异地恋 是怎么弹过来的呀 其实就是在异地恋的时候 也想过就是分手吧啥的 然后但是都没有这么闹得这么大 互相忍一忍 然后就过去了 好 那现在怎么就忍不住了呢 正好她提的分手 我也 然后就正好就分了呗 我也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坚持不下去了 是为什么呢 因为烦心事太多 而且就是 咱们把烦心事归归累啊 性格算一累 对吧 你觉得她矫情 那还有什么问题 让你忍不下去呢 就是不太想我的感受 光想着自己 就比如大晚上解决问题 他总想然后就自己得劲 然后就不让别人睡觉 然后也不让别人休息 我那是让自己得劲吗 我这不是想解决咱俩的问题吗 不想分啊 不想分 为啥 兄弟 兄弟这词我不能叫 你们俩之间的叫法 你看 因为毕竟在一起都四年了嘛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些小事 生活上面的琐碎的小事 他甚至因为我喜欢篮球 不让我看球赛 你还好意思说 我有一次在家里上了厕所 然后没有纸了 我就喊了他那么长时间 喊了好一遍给我送纸 然后不待会儿在那边 说一句好球 那我当时我庆祝近那场比赛 詹姆斯绝啥 那我当时肯定很激动啊 我没听着 那你去找詹姆斯 你别找我了 不讲理 还有就是我俩出去旅游 就好不容易能有时间 俩人在一块儿能空出几天 然后去球场岛那边去旅游 本来天气挺好的 然后两个人出去玩玩 非要在宾馆看球赛 看直播 这我承认 这是我不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第一个小时 闹到分手这个地步 他其实是觉得说 通过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相处 他发现你对他 第一是给的时间陪伴不够 第二个是 你可能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男人 比较矫情 这是他现在所谓的 不给你台阶下的一个理由 你说分手好吧 我分手吧 你觉得这姑娘身上 什么是你忍受不了的 她整个一个网野少女 天天就知道吃鸡 游戏有那么好玩吗 有 我们俩的爱情 我总是处于弱势 我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想强势一回 对吧 然后提出一分手 结果凉凉 凉凉了吗 各位 来吧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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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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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就祝福彼此 所以接下来的生活 我觉得你们 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再去上路 好吗 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幸福 谢谢 《欢乐颂》当中 许萧萧为了爱上那个医生 恨不得自己成为她的病人 那是爱 但是你为了跟她在一起 希望她给你扎一阵 这是因为爱吗 是因为害怕寂寞 是因为闲来无聊 如果你要是真的那么爱她的话 应该去医院给她送饭送汤才是 而不是要她在繁忙的工作当中 还要给你扎一阵 护士很忙 尤其是男护士 一个医院当中的男护士 是稀缺品种 他们大部分干的不是 女孩子的那种扎汁的活 而是体力活 所以你没有多爱她 在联想到之后 你给其他的男生买微博 联想到这些所有的事情 你一直以来 你是在找生活当中的一个伴而已 寂寞的时候 有人陪陪你 没钱的时候 有人把钱交给你管 想玩的时候 有人陪你玩 他要不陪你 你就吃鸡 他要是想买球鞋 你就给别的男人买微博 从种种情形表现看来 你对他是没有关爱 而且还要堂而皇之地把这个 以一个非常美妙的理由 就是我为你付出了 我到了苍州来 但你到苍州来 你干了什么呢 你只是到了苍州来而已 如果你是为了爱而来 你到苍州来得干点什么 事实上你什么也没干 你难道恨不得 因为你来了一趟苍州 你要吃它一辈子吗 所以呢 四年的异地恋 使你们没有在生活当中 真正的接触 而在毕业之后 因为社交 因为工作 打开了一扇大大的窗口 所以使得你们看见了 不同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你们还会遭受 各种各样的诱惑 所以其实多年之后 再回头来看看这份恋情 其实大概不太像爱情 倒有点像是友谊 我倒觉得是如此 行吧 离开苍州 该去哪去哪 刚才我就琢磨这件事 为什么相爱啊 因为不懂 为什么分手呢 也是因为不懂 不懂就算了吧 你们想清楚 如果不爱了 分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 如果你真不想分手的话 分手这个词 是不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 其实还是想分手 你也累了 何必呢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们现在岁数都还小 所以很多事都不成熟 就像刚才 老师说的 可能我们之间 不是特别纯粹的爱情 但是 我觉得既然我们在一起了 肯定也不能是纯粹的友情 我不管接下来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我会很坚定 很坚定我的选择 我也以后也不再会出现 类似我用分手来威胁你这种事情 我觉得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不成熟就一起变得成熟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看 两位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小伙子 还有话跟她说吗 还有话跟她说吗 我 可能 现在 在台上还是 做 做不出那种 特别好的选择吧 可能 现在她这么选择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要是接着去联系她 我想再试试 我不知道 还能不能挽回 但是我想再试试 这只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结果吗 回到现实生活里 你们自己还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吗 谢谢你能来 谢谢你们的分享 秦辉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